后面反交 打反 后面的年轻选手当中啊 也在 没错 王处钦呢 只有15岁 2000年出生 觉得你看 我们有礼居 有污纳是吧 依赖的一种心理 他就不能促使 呃 于子洋 刚才获得第三名的人号 呃 也是4比3赢的 感觉 现在也是在国家二队 扬长臂短 是吧 把他小有小的优势 把他优势的地方 这两岁啊 在青少年当中啊 就已经很大了 对 尤其是在力量上 打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比8 第一级 又是号召 看这一球 毕竟对决赛的气氛和环境啊 他还有一个适应 有个过程 对 打这种清零快 啊 必须要是这样 王楚琴第二局开局贯彻的很快 这种全国性的运动会 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对 毕竟这是4年一次 他的庄重性 严肃性 你看这个两人够勇 是吧 在上场之后呢 把下面的比赛打得有声有色 这都很有可能 来这个执教 新的力量啊 旋转啊 应该还是不如他 他如果把球的质量打出来以后 出来 好球 都比第一局要好 出来 出来 醒过闷了 卫士号也不应该 毕竟他有第一局的基础 第二局输掉 对不上 第一局开始 他的每一个球都是有想法的 有思路的 卫士号是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打出来 把球打得慢一点 整个节奏的放下来 像梦游一样就是被别人牵着走 年轻小将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 一个发挥 鼓劲在提气 让人强迫自己兴奋起来 强迫的时候 有的人他就做不做 他就是转不过来 这是卫士号和王储钦 进击决赛 卫士号的这种实力 好的 连续 有手势都可以 你只要不坐在场外教练这个位置 漂亮 15岁 速度率 45年太长了 15岁最多三年时间 18岁你怎么也 力量也得出来了 思路就靠激情 就靠反应就够了 因为那个年龄啊 靠这种盲目的这种激情 然后对手也研究你了 是 不给他机会 一板的机会都不能放过 除非你特别有力量 你像张继科那种 你特别有实力 特别有劲 这种蛮舒服 人的应变 人的这个时代 你退那么远 动作那么大 对力量的要求更大 你用他的力打他的力 贴过去 顶出去 抓来 你先转 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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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对拉 准 纹很变 为什么快是摆在第一位的 为什么速度 力量 最终找到机会 这才是一个运动员成长的 最有价值的地方 特别有耐心 一个小小的考验 允许对方打的好 也允许自己出错 这样十一八 位置后呢 追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五局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六局 球全掉地上 好的 拉起来 会比前面的比例要大 我搓照样能搓赢 只要搓得很 搓得好 拉直线 人就开始这个 揪在一块 特别容易拉失误 哎呀 机会 尾声 两位小将 究竟发挥的如何 拔起来 这样十比五 十五岁的年轻小将 王楚钦 王楚钦呢 也刚刚 获得了